原件上面放置圖的話 原件放圖其實就是先把相關外部的圖先匯到你的Drobo裡面 然後再把它安插進來就可以了 其他原件不見得一定是按鈕啦 其他像背景 比如說你背景或者是某個Layout上面都可以 或者整個Layout也都可以 你可以放背景圖之類的 好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如果說希望按下去 因為現在你按下去不會有 動畫的效果 可是如果說我今天要做動畫的話 那首先第一個你就不是圖了 而是什麼一個XML 那XML怎麼建立呢 特別注意啊 請你按右鍵 然後這邊有個什麼新鍵對不對 新鍵裡面有一個叫什麼呢 Android的XML file 你這邊可以建一個XML file 那file裡面的名稱 比如說叫b1好了 假設這個名稱 那請你選擇其中一個都可以啦 我習慣用selection select按下一步 這邊按完成就可以 那再來中間會需要有item item就是說 當你 點下去是哪一張圖 沒點下去哪一張圖 你要跟他講 那這個地方的話 當然你要自己key一些的 不過 可能怕各位key錯 所以這邊的話 其實你可以看 我印象中 好像我有把那個圖 放在這裡 這個嘛 這一串 把它key上去 如果你擔心可以key錯的話 這邊有個b1 請你把這一串 開起來 然後cntlc 這邊把它cntlc一下 然後呢 再到 就中間這一段有沒有 它有個item 它當它為true的時候 就是這張圖 但它 預設的話 是這張圖 那你就把這一串 把它貼上 在這邊把它貼上去 那你會發現這邊 就有 不過特別注意 一定要 這個檔名 記得一定要是match的 如果沒有match的話 它效果也是做不出來 有時候當它被按下 應該看得懂 為true的時候就這一張 預設就這一張 OK 把它save save之後呢 那怎麼修改 非常簡單 點過來對不對 這個圖 第一個